这是一辆比亚迪元PLUS 510公里徐航低配版 你以为我要掐饭了吗 想多了想多了 我只是想跟你聊一个不用你管的故事 年初的时候 800年不给我打电话的母上大人 突然来了个电话 本着一般不找我 找我必有事的原则 我心里咯噔一下接下了电话 母上大人直接告诉我 你爸排上号了 你劝劝他别买车 我当时想 我劝 我劝得住吗 但对这个要求 我是全力支持 倒不是说不想让他买车 主要是客观环境的确造孽 我爸妈常驱北京 先给大家伙普及个知识点 北京燃油车混动车 出门左拐摇号 新能源车出门右拐 排队站好 首先就摇号这事 我们家从11年开摇 后来又改排队 一整12年都摇麻了 貌似你要是现在开始排新能源 8年以后能排上都算是烧香了 其次就买车这事 如果要搁五六年前 我们肯定愿意 因为我家小区和路边 那会儿还有地儿停 但是从这两年开始 情况已经大变 小区里面已经彻底没地儿了 就是连占人的地方都快没了 您再瞅这路边 倒是有停车位 那您也得先到先得 没有长期固定的 家附近有一粉色宝石杰718 天天满街找停车位 来来回回的 我们都叫它流浪的粉色小公主 你说宝石杰买得起 停车位找不到 也真是 第三就是 这可是新能源的号 就我家那儿 不光小区和楼下停车位 没有任何充电桩 家附近的商场和停车场 也没有任何配备了 充电桩的长期停车位 也就是说 如果我爹买了个电车 每天要去满世界 找停车位不说 没电了还得去公共装充电 一大爷 一座俩小时 想想就心累 所以就以上这三点 我们就一致反对老爷子买车 而我爸呢 也没说买 也没说不买 这事我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有一天 母上大人问我 奔驰和奥迪的电动车怎么样 你爸今天要去看车 跟我念叨一嘴 我这个心又咯噔一下 他为啥会这么问 我是理解的 因为可能不光他 BBA在他们这代人心里 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节 可奥迪和奔驰的电动车怎么样 先抛一边不说 我肯定不能推荐 这么老贵 就算买得起 也养不起 我就赶紧给我爸打电话 我说你冷静冷静 你考虑考虑BBA的电车 你能开几年 到时候你卖二手 还能卖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我爸非常慈祥 重点慈祥地回了我一句 不用你管 然后没过两天 母上大人又说 你爸昨天去看未来了 觉得不错 我寻思 哎呦嘿 他这是又跟哪 看见未来了 哦对了 肯定是吃完瞎不瞎不以后 跟商场看见的 就这些新势力 他们刚开始在商场里 玩命摆摊的时候 我其实还有点怀疑 这效果能行吗 现在再看 他们的确非常会挑地方 现在商场里 除了吃饭的 就是围着孩子转的 可以说是卧虎藏龙了 我觉得未来也不是不行 就是有点贵 依旧回到了和BBA相同的问题 你能开几年 到时候你卖二手 还能卖多少钱 对不对 再说功能那么多 老头好多都用不上啊 于是我就又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 然后我爹又非常慈祥地回了我一句 不用你管 然后我爸又沉寂了几天 其实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他新鲜劲过了 买车这事可能就凉凉了 可以翻篇了 哪成想 一周之后 我在视频通话里 看见他俩坐在一辆新车里 因为驾驶座遮阳板的塑料膜还在 而且这车不是平时 他们借货着租的车 一问 比亚迪的圆plus 510公里续航低配版 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 问他你为啥买比亚迪啊 我爸再再一次 非常慈祥地回了我一句 不用你管 哎 我也是嘴贱 我多余问 后来我才把这事捋明白 当时我爸的确是想买BBA 但去看车的时候出了点小bug 他觉得不错的店 压根没车 有车的那个店 卖的又非常不走心 导购小哥 看见一大夜间的买电车 就没搭理他 老头那傲娇劲上来了 表示有情绪 不高兴 走人了 此处就不点名某个品牌的糟心服务了 而蔚来呢 他真觉得不错 但是导购跟他说权益的时候 给老头直接干懵了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他就想吃个公报鸡丁盖饭 你给他上个私菜一汤 他都觉得多 更别说 你给他整一桌的菜 还问他 您不半张会员卡 充值返线吗 但是呢 蔚来还是彻底颠覆了 他对国产电动车的认识 让他开始把国产车 作为选项去考虑 毕竟 蔚来那ES8和EC6 往商场的展厅里一放 就特别显大 感觉俩车 就能把小隔筋填满了似的 再加上聚光灯一打 还真挺带劲的 至于为啥 最后他选了原plus 有人推荐了 还是说啥功能特吸引他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人家强调 不用我管 但母上大人给了一个 不知道算不算理由的理由 那就是我爸找的 那个商场的长期停车位 实在是太偏 太黑 太埋态 跟寄静岭外景似的 他觉得买个贵的车停哪 不太是个事 我就 但我觉得 本质上 他就是想有个代步车 续航不能太短 开着用着方便就完了 比亚迪大概率就剩在了 他续航够 好用好开 关键是 没那么多高级辅助驾驶功能 和花里胡哨的车机 这就好比 他就喜欢下不下补的 单人锅和套餐 多了的 他不想要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